OK 我們現在來開始去看到這個東西 對,你們應該很想念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真的要去排一個版 然後讓它是響應式的 我們要開始練習這件事情 那這個media queries主要就是 上禮拜跟你們講的我們可能 去給定說平板的或者是 手機的這樣子 通常我們就是多設兩個東西 那這兩個東西呢 你就裡面必須去塞其他的CSS 當然不是所有的CSS 都必須去改變 但是你有部分的CSS一定有改變 比方說好了 我現在有 我現在在網頁裡面 我們去看期末好了 比方說我們去看這個網頁 當我縮小的時候 你看 這真的是一個錯誤的例子 我錯了 好,我們看一下管院的網頁 縮小的時候 有沒有 然後 再放大 看起來他們也是蠻懶惰的有沒有 它就只有排兩種版而已 一種叫做手機版 一種叫做網頁版 對不對 它只有分兩種尺寸而已 但是有些東西它會分得很細 我看一下還有沒有 我們的有嗎 好,YouTube看一下 為什麼這兩個會排在一起 他們 排在一起會壞的 好,我們再縮小看看 對,但是它這個其實蠻容易的 因為 它就是三格變兩格變一個 那 這個可以用什麼東西來處理 Flex Web 就解決掉了吧 對不對 所以你開始要去 善用Flex Web 有時候我們Flex Web 設定的好的話 其實你甚至 Media 那一層 並不需要設太多 一樣可以去解決大部分的問題 OK 那我剛剛跟你們講這些東西 其實我並不是平常也都記著這些東西 是有需要的時候去查一下 今天這種情形是用去 還是是用什麼樣子的東西來處理這樣 OK 好,那來看到這個影片 這個畫面 上禮拜你們在排版 然後就是要你們去排出這個樣子 對,先去排出一個這樣的樣子 那一開始你們得到一個 全部空白的網頁 就是只有HTML而已 那 大家一直去 我覺得大家 可能比較沒有去關注到的一點是 我這個東西 沒有貼在最左邊 我的Menu沒有貼在最左邊 我的這個 保持在中間 保持在中間 大部分人都有做到 但是這裡要怎麼樣跟它保持距離 講到這裡 很多人都會覺得我用Margin去處理掉 或是用Pedding去處理掉 然後我再去設定一個什麼Border Box 就解決這些事情 但是事實上呢 記不記得我們在很久很久以前 可能兩三週前 我們去講過一個概念叫做Class Class它是什麼 如果有一些東西是重複元素的話 我就可以用Class來處理 所以我可以去設定 對,Container 我可以在第一個橘色這裡 去設定一個Container 灰色再設定一個Container 這裡也設定Container 裡面的這些東西也設定Container 要幹嘛 我設定寬度等於80% 所以這些東西它都會繼承寬度等於80% 它會自己做在裡面 對,這就是我們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到 網頁一下 我的這個HT 通常你如果自己再做一個專案啊 你可以把這個專案直接拖曳進來到我們的Subintex 那就會出現這個 對,那這樣子其實就比較好去整理這些文件 對,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的網頁好了 目前的網頁好了 對 做出來大概就長這樣子 對,那做這些東西它其實不需要滑太多時間 可能半小時以內你就可以解決了 對 所以你如果做的 你的期中考如果做的比它還簡陋的話 我給你的成績也會這麼簡陋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讓它縮小 它就會變成這樣 啊,我設定很多嘛 我設定的東西超少的就是做這樣子而已 沒幾行的程式嘛 對,我只有設定這個 其他的東西都沒動 就跟管院的網站一樣 很偷懶這樣子 OK 好,那我現在會 可以一步一步來介紹這支程式嘛 我怎麼樣去做這些東西 然後我在做的時候 我去想到了什麼 因為我覺得 只有透過實際的跑一次專案 你們才能夠去理解說 我們在幹嘛這樣子 我是 有些食物的問題要怎麼樣來解決這樣 好,我把它關掉一下 然後來看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支HTML 你可以看到 像Meta 然後Viewport Title 這些東西都是原本就有的 但是這個Link REL Style Sheet 我是 引入外部的GSS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講說 我們總共有 三種的引入GSS的方法 一種是 放在裡面 然後一種是放在 一種是放在我們的HTML裡面 就是我們的標籤裡面 另外一種是放在我們標籤的Head裡面 這叫做Internal的 然後第三種叫做External 我放在外部的 那什麼時候是放在外部的 當我今天這個網站有一點點規模的時候 我就可以放在外部 因為我可能同時有好幾支的CSS 我今天可能有一支CSS 專門在做版面的大小的 我有另外一支CSS在做 我裡面的細節的元素的 我有另外一支CSS在控制所有的字型的 我可能有好幾支CSS 對 所以我們才會把它分成好幾支的External CSS 那這裡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再往下來看 來先看一下我們的大標籤 你在模仿別人做網站之前呢 你必須要去先看它的結構 什麼東西叫做結構 我們去看 當你看一個網站的時候 你其實很難看出它的結構 除非你去看它的程式碼 你看到我程式碼是什麼排的 我去排了一個Body Body完了之後 第一層叫做Header 跟Header平行的叫做Nav 就是我們的Navigation 我們的導覽列 第三層叫做Section Section是什麼 Section是這裡 我的這個東西是用Section來排的 好 它跟導覽列是平行的 是同一個等級的 那再來下一層才是Main Main的話 我是放了我們的實體資料 實體資料我是放在Main裡面 那再來最下面我是放Footer 這個Copyright OK 所以我們現在有幾個 這個在Body底下有幾個 同等級的東西 Header一個 Nav第二個 Section第三個 Main第四個 Footer第五個 所以我總共有五層 那我的架構就是 一層一層排下來 一、二、三、四、五、五層 那這五層架構確立了之後 我們開始要去分析了 要怎麼分析 我裡面這裡要打這個Logo 我要怎麼弄 我裡面加一個H1 我裡面加一個H1 那我裡面這個 UL要怎麼弄 我裡面的這個導覽列要怎麼做 我可以用那個項目清單 通常選單列我們都是用項目清單來處理 對那項目清單你們之前排的 我們不是有做那個什麼 他的List style type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None 就把他的清單項目去移除掉 你記得嗎 怎麼感覺大家現在有點問號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來複習一下 好,我們來射一下 我們先不要設定 然後先來看看這個項面 List 它是123三個東西 那我們可以用None 這東西不要理他 這就可能是編輯器他在死性子 對,我們如果用List style type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設定項目清單前面的這個符號 那你如果選擇None的話 他就可以把這個符號清除 有另外一個概念是 Display 你記得Display我們這邊用來幹嘛嗎 我們不是有None嗎 就可以把它關閉起來 但是我現在沒有要None它 我現在用Inline 我記得是在LI裡面 在LI裡面我們去設定Display Inline 就會讓它變成橫向排列 所以它這樣子的設定 就可以幫助我們變成這個樣子 就可以幫助我們變成這樣子 這是我們在設定Menu的時候 必須去注意的 好,那有了這些概念之後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在Section裡面呢 我又有一個H1 這個H1呢 我們可以去看到 是什麼 是 這個字 那 為什麼我用一個H1 就可以去表達這些東西 對 答案就是我在Section這裡 我去設計了一個Background 對,我這裡的這個漸層 其實後面是一張圖 這張漸層是一張圖 那到時候會告訴你們怎麼樣設定 那這裡也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再往下看喔 我先不講CSS好了 我發現太複雜 在Man裡面我們其實也有分為 Article跟Assign Article是左邊的 Assign也是右邊的 這沒有問題 那左邊的話我們有分H3 一個我們的標籤 我們的副標題 那副標題完了之後 我們有我們的內文 內文分成兩段 所以兩個P 然後一張Image 那這張Image一樣喔 我們是做響音式的 對,我們並沒有給定它一個寬度這樣 好 那再來呢 是我們的Assign Assign裡面就很簡單 就放一個P 我們的文字檔而已 然後最下面是我們的Footer 就是我們的一些簡單的宣告這樣子 那從上到下呢 就是我們的基本的HTML的相關設定 OK 那這裡 沒問題之後呢 我們要繼續跑到 CSS這邊去設計了 我們去用一個Practice CSS 然後把這個都刪掉 這是我們預設的網頁 全部都是空白的 如果只有HTML標籤的話 就是看到這個東西 所以以後你的網站是上架的 你已經設計好了 然後上架 你看到這樣子的樣子 那是什麼問題 CSS 你CSS跑掉了 你CSS跑掉了 那CSS為什麼會跑掉 你CSS命就是上傳 有可能你路徑設計的問題 你要去回去你的網頁檢查 你的Link REL 它有沒有跑到 應該要有的相對位置 它應該要有的相對位置 這個HREF必須去設定到相對位置 OK 那伺服器上面 我們才能看到它的改變 那這東西沒有問題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到 開始打程式啦 我們開始一個一個去解釋 然後一個一個去打出來給你們看 我們照著講義打 不然我自己打我會混亂掉這樣子 來 你看 這是我在做一個網站之前 我會去做的規劃 我在做一個網站之前會做的規劃 剛剛跟你們說的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那在這五個之間呢 這些東西都是有container的元素的 有沒有 都是有container的元素的 在紅線內的這些東西就是container的元素 我用container去做規範 所以你看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哪裡有container H1有container 就是這個logo 所以它有container合理嘛 那 UL有container 感覺很舒服 那再來 底下的這個文字 這兩個 它是不是也需要container 對 所以它也擠得剛剛好 那再來到footer 它需要container嗎 它是滿版的嘛 所以它不需要container 它還是活得很好 所以現在也就很清楚啦 我們有哪些需要container logo 然後menu的這個UL 然後還有我們的slogan 然後還有我們的man 這些元素必須設定我們的class 作為container 那我container的設定就是 wide80% ok 好 帶著這些概念 我們開始來打我們的第一行的CSS 記得要去建立一個好的習慣 好的習慣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把 所有的標籤 都 它原定的margin都去歸零 跟它的padding去做歸零 所以我在這裡呢 我第一個必須打的東西是body 然後甚至是 HTML P 然後H1 H2 H3 H4 H5 H6 OK 還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們都必須去把它做一個歸零 歸零怎麼做 margin 零 OK 那這樣子沒有問題了之後 來看我們第二行在幹嘛 第二行我開始做設定喔 設定什麼 寬度等於80% margin等於零Auto margin等於零Auto 是什麼 至中的意思 因為我們單設它80%沒有用 它還是必須在至中的 因為剛剛的這些範疇是在中間 所以我們必須去設定一個container 然後margin 零Auto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header header的話就是我們必須去設定它的顏色 然後還有字的顏色 這是我們第一件事情 這是珊瑚色的意思 那這裡設定完了之後呢 再繼續看到 我們還去設定了headerH1 這是什麼意思 header底下的H1標籤 所以它用header控格H1 所以你如果要命令某一個標籤 但是這個標籤它沒有ID也沒有class的時候 你可以去告訴它說 就是那個header底下的H1 那它就知道說今天是誰必須去做這件事情 這個EM這個數字它是一個 一種比較有彈性的單位 我們先來看一下結果 你可以看到它出現這個 Line High的話就是代表它的行高必須是多少 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EM是什麼意思 EM是ZAM的縮寫 沒有這不剛剛我們試 我們是CSS裡面的EM 你可以看到在響音式網頁裡面 我們最有興趣的是EM的單位 那一般來講我們有絕對長度的單位 我們最常用的就是pixel px 那另外有一個東西叫做相對長度的單位 我們最常用的就是EM 我們最常用的就是EM 那他說EM是什麼 EM是單位是相對長度的單位 它相對於該元素本身自己的大小的值 這個意思就是指說 好 如果原本的H1是30pt好了 那這個EM就會變成30乘上1.6 OK 30乘上1.6 對 它就是跟它原本的大小做比較 所以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它是一個比較來的 它是跟原本大小做比較的 所以如果我這裡有另外一個p 然後也是EM 它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喔 它大小是不一樣喔 我們試試看 你看 有沒有看到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這東西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這個大小不一樣 所以結果也不一樣 這就是我們說的相對的概念 那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呢 來看到網頁 我先把那個丟掉一下 好 這樣我們就丟掉了 好 這樣我們就丟掉了 沒有鬥好 所以它結果就沒有跑出來 你們需要 我先把畫面還給你們嗎 還是要我一次上網 我先把畫面還給你們好不好 我怕你們等一下追不到這個東西 這樣子 OK 畫面先還給你們 再來下一個東西就是我們必須去排版我們的 Navigation 我們的導覽列 在導覽列裡面呢 你要去注意哪些東西 導覽列的第一個東西是我們去設定了它的顏色 然後還有設定它的Line Height 為什麼我去設定Line Height 你看它這裡有一個特性是 如果我不設定Line Height的話 它的文字會緊緊的貼著這個灰色 它的上下 它的高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好好這樣 它現在是這樣子的概念 對 那我們先去設定一下Line Height 等一下我弄錯了 Display 然後這是Nop OK 你有沒有看到它是緊貼的 它貼的很密這樣子 非常難看 所以我們必須加入Line Height的概念 1.61m 這樣 那一般在你還沒有學Line Height的概念之前 你可能會用Margin for Padding把它解決 對,那我們現在就用Line Height 來去處理類似這樣的問題 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去處理這個 Nep Li 你看我剛剛其實已經有排這個東西了 對,只是 它比較保險期間 我們還是放在Nep底下的Li 就針對這個東西就好了 那它去做什麼事情 Margin 05 它主要是要幫助我們去確保說 這些選單之間的距離 是存在的 我們要有一些空隙 如果沒有空隙的話就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它會擠得很密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不樂見的 所以我們必須去設定 那它就保持一些距離了有沒有 那你可能會覺得10px太寬 我們就讓它小一點點 那這個也沒有問題之後 你看我第三件事情是什麼 我去處理A標籤 A標籤的Text Decoration是什麼 它是文字的裝飾 文字裝飾 其實對於A標籤來講 它有一個預設的文字裝飾 就是讓它變成 很醜的藍色跟很醜的紫色 代表你點過它了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把它消除掉 就是說 Text Decoration等於Nob 然後我的Color就讓它是白色這樣 好 所以我們就去設定Name Li的A標籤裡面 Text Decoration Nob 然後Color 去設定White 那我的網頁就會變這樣子 OK 我這個東西就會出來 我這個東西就會出來 好 那先到這裡 畫面再還給你們 你們試著把這幾個東西 做做看 這個頁面我們可以看到 Showcase Showcase是指說 我的Section的這個 這個ID 我把它設為Showcase OK OK 那在這個Showcase裡面 我去設定一個東西 叫做Min Height 就是我最低最低的高度 比率是250px 那一定會撐在那裡250px OK 那也有Max Height 不是Max Height 你可以Min 也可以Max OK 那這東西沒有問題 就是 第二個就是我們 Background的Image 我們可以在這個範圍內 去設定我們的圖片 當作我們的背景 設定我們的圖片 當作我們的背景 記得喔 在HTML標籤裡面 我們可以去設定背景 我們也可以另外一種方式 叫做提供IMG 然後把圖片放上去 兩個的差異在於 如果是標籤裡面的Background 我在這個標籤上面 我還可以放上其他的文字 其他的東西 它可以是一種裝飾 但是你如果純粹是Image的話 IMG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做其他的裝飾了 所以我會建議 你如果要有一些 特殊的設定的話 我們還是把它設為Background 會比較簡單 比較淡純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元素 叫做Background Position Background Position 它是指說 我這張圖片很大張 你要讓我看這張圖片的哪一個部分 那我們就去說 我要中間右邊的地方 所以它就給你看中間右邊的地方 OK 所以你也可以說什麼Center Left 它可能就會看到其他的東西 那另外Text Align 就是我們的文字要至中對齊 那我們的Pedding Top 就是說我跟上面的距離是50px 那Back Sizing就是指說 我要含Boulder含Pedding 我不要因為我設定了Pedding之後 我的 我的整個大小就改變了 那最後呢 我再設定一個Margin 20px Margin 20px Auto 是代表說我的上下個20 我的左右是0 OK 好 那我們就帶著這一些概念了 然後過來這裡 先一個Min Height 可能是250px 然後再一個 Background Image 這張圖片叫做 Torrel.jpg 然後 Background Position 然後我們是用Center Right 我們來看一下Center Right 長怎樣 它是一個偏粉紅色的 那我們Center Left 有改變嗎 打錯了當然不會有改變 這樣 顏色有變了對不對 然後Center Right 有沒有又變了 對這就是它的Position的效果 然後再來呢 我們去設定一個東西 叫做Text Align Center 那這個設定完了之後 我們再去設定Pattintop 50px 那設定完了之後 我們再去設定一個 Box Sizing Border Box 這裡也完了之後 我們再去弄一個 Margin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網頁長怎樣 現在長這樣 那我們還是偏上面嘛 所以我們再多設定一個Margin 20px 0 是Auto 因為它直接左右去靠邊了 那我要讓它自中 所以我必須去設定的時候 Auto這樣 OK 那這就是我們目前的狀況 那你可能覺得說它還是偏上 我們可以去把它 再往下一點點 這個東西是可以自己去設定的 OK 那它現在就有一點 比較下面一點點 比較中間一點點 這就是我們要的 那這個東西設定完了之後 你會發現說 喔這裡黑色在這裡非常不顯眼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改變一下它的顏色 然後 然後Fone Size 不好意思 因為可能 剛剛我們覺得這個字太小了 所以現在要讓它自大一點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自大一點之後 我們就離上面太遠 所以我們配定這裡可能要改回來 所以我們配定這裡可能要改回來 OK 那這就是我們現在網易的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上面這一邊 已經慢慢成型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們 你們再試試看 剛剛有同學在問我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 這個Box Sizing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這個Box Sizing呢 它主要有分兩種東西 一種是預設的Content Box 第二種叫做Boulder Box 那為什麼我們要特別去設定Box Sizing 等於Boulder Box 呢 因為我們使用了Padding 在我們好像第二週還是第三週的課程裡面 我們有去介紹到 如果我今天去設定的一個寬度 是300px的正方形 那這個300px的正方形 我去命令它 Padding length 20px 那這時候會怎樣 這個正方形裡面的文字 或裡面的東西 會往內縮20px 沒錯吧 但是往內縮20px的同時 它會偷偷的幫這個正方形 多加20px的寬度 所以這個寬度會變成320px 那 對於我們設計師來講 我們很執著這些東西的大小 如果我的寬度被任意偷改了20px 對我們來講非常的麻煩 所以 他們就做出了一個東西 叫做Box Sizing Border Box 去告訴人家說 我今天設定300px就是300px 不要亂修改它 但是你說的Padding Padding length 20px 我還是會照做 我跟最左邊還是會保留20px的空間 這是我對你的承諾 但是我的寬度 我不允許你修改 所以這就是Border Box的概念 那Border Box的概念 專門來幫我們解決 因為Padding 因為Border 而改變的大小 對 所以你如果設定的Border 設定的Padding 你不想要被它影響 你就必須要去設定一個Box Sizing 或者Box 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OK 好 如果沒問題的話 就繼續往下 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個 它就去設定了 面 然後這個面呢 它去告訴我們說 要有一個概念是 Flex 這個Flex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彈性 那你看喔 它直接用最簡單的就是 7比3的分法 我們無論大小如何 都是我7你3 我7你5 然後是這樣子去做分配的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另外一個設定 叫做Min Height Min Height 叫做最低高度為250px 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這樣的設定 因為我裡面的文字 可能是小於250px的 我裡面的內容 可能是小於250px的 但是如果它是小於250px的話 它會變得非常醜 它會讓我網頁的版型變得很小 小到可能我的Footer會長上來 我的網頁如果 我的網頁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頁面 我的Footer最後可能會掉上來到上面 因為我裡面的內容太少了 對那為了解決這個內容太少的問題 我就強制命令它 我最少最少寬度要250px 但是我的 我的高度最少要250px 但是我裡面的內容 如果更多的時候怎麼辦 超過250px就超過250 不要介意 對所以我去設 我只設定了 我只介意它是不是小於250 小於250的情形下 一定是250 OK 所以我必須設定Min Height 所以我們先來一個Man 然後Display Flex 然後Min Height 250px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網頁 對我們被這個IMG擋掉 我們先把這個IMG拿掉 OK 它變成有一定的高度有沒有 你看我如果把這個東西拿掉的話 我們的Foot是不是長上來了 那底下這些都空白非常的難看 所以我如果去設定一個最低的高度 它就會在下面 幫助我的網頁有一定的長度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好 這裡也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喔 它說我的Article跟Assign Article的話我就去設定說 FlexGrow跟Heading030 Article 然後跟Assign 它的FlexGrow 7 FlexGrow 5 就是這樣 等一下這個圖片再拿掉好了 很討厭 好 你看7跟5有沒有 很不明顯我給它一個醜索的顏色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是7跟5 對 那設定完這個之後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裡面的這個文字啊 直接貼齊在旁邊 當你的文字直接去貼齊旁邊的時候 非常的沒有質感 所以在這種時候建議你要去設定一個 padding 你看我們怎麼設定 我們去設定一個padding等於030px 你看它跟旁邊就會保持一些距離了 但是因為我們有Flex的元素 所以自私的padding並不會影響到我們太多 它雖然去影響我們的比例 但是我們的東西並沒有超出 那你如果不希望它影響我們的比例的話 當然你一樣把這個叫進來 它就不會去干涉我們了 你怎麼好像沒影響 你怎麼好像沒影響 這個我等一下再研究看看是什麼回事 好我們就先讓它影響我們好了 好 那再來就是 下一個就是我們必須去設定padding 你看它跟上下左右都保持一樣的空間 變成這樣 其實好像這樣就回來了 因為你左右30我也左右30 所以它這樣子就等於是平衡回來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background可能就是給它一個顏色 跟我們設定一個 555就是代表灰色 然後color再一個ff代表白色 那我們的網頁就回來了 然後這個紅色就把它拿掉 ok ok 那我們的左右兩邊就排好了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裡有一個技巧 就是說 喔我左右各自padding是30 然後我這裡是我的上下左右也都是30 這樣子 對 那在這樣的情形下它就又回到原點 對 畫面先還給你 我們去把它的面的左右邊也一起排好這樣 剛剛那個問題其實我還在找解答當中 因為看到網路上其實蠻多人在討論說 box sizing跟border box border box跟flex是否有衝突 對我目前還沒有找出這個狀態 我們先跳過這個 我們先繼續下去 ok 那 沒問題 剛剛這個左右都排好了之後 我們最後一個要設定的就是我的footer footer的話就是設定底色 然後還有字的顏色跟字的字中 還有跟上面的距離 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可以來去設定我們的footer 然後是color等於 進ff 然後再來是text align center 然後我們去設定一下line height 1.6em好了 ok 那1.6em顯然 它對 這個行高對我們來講沒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最好也是改回剛剛的設定是 我們的margin 跟margin top跟上面的距離 還有我們的padding 所以我們去設一個margin top 跟我們的padding 0跟20px 好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已經擺在這裡了 那我們要再把文字置中 所以我們要加入一個 喔對 text center ok 那就把它置中起來 那看完這個網頁之後 你會發現這裡有一個小白邊 對 對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你可能就可以想辦法 比方說我跟上面多5px的距離 對 那這樣就會解決這個問題這樣 ok 那各位同學你們也試著把最後的動作做出來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基本的模板 好畫面還給你們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部分就是響應式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響應式的時候我這個網頁去做了哪些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目前的網站 這個 你看說小 手機版的話 這裡還是分成兩欄 但是我不想要把它分成兩欄 嘿,哈囉,不要再講話了 我要把它分成兩欄 我要把它分成一欄 在我的手機版的網頁的時候 所以我這裡必須去設定 把我的Article跟Assise把它改成 寬度100%這樣子 對,就代表說讓它去填滿整個寬度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把MAM改成Flex Web OK 所以我們要去設定Media的Max Wide 800Pixel 我們這裡就要去設定Media 然後 Max Wide 那它不一定是800Pixel 就看你今天是怎麼樣去設定的 OK 那這裡記得我們是 大掛號 好了之後我們的Main要設定 Flex Web OK 然後我們針對Article跟Assise 都是100% 都是100% 好 那它就變成這樣 它就變成這樣子 對,這就是我們要的響音室網站 對,這就是我們要的響音室網站 它去判斷這些東西 那 那 今天呢 我們已經8點20分了 沒有要下課 來,看到這個 我們系上有這三個公告 這三欄 然後你看到它 在縮小的時候 它會變成 這樣 一欄 但是我現在要你們幫我做成 三欄變兩欄變一欄 就是 對於 螢幕越大的時候是三欄 然後到中間的時候變成兩欄 然後到最小的時候變成一欄 那這三欄呢 都要有一張圖片跟底下的文字 它不一定是這個選單 就是圖片 文字 圖片文字 圖片文字 然後縮小的完了之後 就變成圖一 文字 圖二 文字 圖三 這樣 OK 那就把畫面還給你們 做完了 舉手跟我說 然後 我如果說可以 你就可以去跟 小老師登記你的號碼 對 如果我是資管二的人 你不用告訴我 你的 你不用寫你的學號 你寫你的座號就好了 對 那非資管二的同學 你再寫你的座號 OK 小老師如果多放一個人走 我們就多扣小老師一分